脚步伤口案例 宋叔叔65岁 左脚不慎被市场的手推垃圾车碾过 当时觉得脚无大碍就没有处理 几天后脚面开始溃烂 过了两个星期发现情况更加严重了 下肢致整个脚板浮肿起来 影响行走 便去医院处理 医生给他做了一个小手术 先给患处打麻药 再把患处腐肉挖掉 处理过后一周没有好转 医院建议再做一个人工直皮手术 要将大腿的肉挖来填补患处 患者不肯 于2015年11月23日 经他儿子的介绍 来到洛老师家中 开始接受原始点处理 当时伤口已经形成24天 原始点处理方法和步骤 第一步 每天用温浆水清洗伤口两次 第二步 按推怀骨原始点两次 第三步 拔罐吸浓水两次 第四步 将粉涂抹换出两次 将膏涂抹整个脚面 一到两次 第五步 用纸巾覆盖 第六步 用绷带包扎好 第七步 把整只脚放进 恒温炉温敷超过20小时 热源补充 每日生姜用量两斤 熬成姜汤 分三至四次喝 除此之外 患者还停止服用 服了二十多年的高血压药 原始点处理前 在这之后 做了一个小手术 腐肉已挖掉 原始点处理过程 2015年11月23日 第一天 第二天 第四天 第六天 第八天 第十天 第十二天 第十五天 2015年12月12日 第20天 伤口已经长满新肉芽 恢复得很好 而且患者来之前的 头晕 腰痛 肩周炎 腿抽筋 无法下蹲等症状 均有很大的改善 吃了二十多年的 高血压药 都没有吃了 血压一切都正常 之前不能下蹲 现在可以下蹲了 之前两三天一次大变 现在一天一次了 饮食改变了 睡眠改善了 观念也大幅度的改变了 患者从第一天的怀疑 第二天的惊恐 到第三天面露愁容 直到现在 笑颜逐开 对原始点 有了坚定的信心 于是决定回家 以原始点方法 自行处理 每天两次 温浆水洗脚 温敷 喝姜汤 患者回家时 非常的开心 2016年1月5日 第43天 患者传来照片 伤口复原良好 2016年1月16日 第54天 伤口已痊愈 恢复得平滑有光泽 前后比对 第一天 第54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